大家好,我是PanerBan蛋和Mao,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記錄 來到2017年第18週 今個禮拜終於不是一開始就講這個Mass Effect Andromeda 不是沒有玩的,不過因為今個禮拜主要是玩Multiplayer 沒有什麼新奇好玩的東西值得分享 所以不如來講一下Magic Duos 這遊戲之前都一直有玩的,斷斷續續有事 由於早前終於完成了故事模式 在玩故事模式期間我一直沒有賺回來的金幣 用來買的Booster Pack去買新卡 一直用著它給你的所謂Starter Pack 新手包的牌子就不太厲害 有時甚至乎我之前也說過 想單對單地對於電腦散裝的對戰 都未必打得贏 在我完成所有故事模式之後 就拿那堆錢又剛好碰到它 因為它快要有一個新的Expansion 所以之前某一個Expansion Set 那些Booster就減價 所以我就大手扣入同一系列的Booster 導致到終於可以用那些卡 砌到一些比較像樣的Death 跟朋友玩一下Two Headed Giant 即是二打二模式之類之類 但由於它其實有些每日的任務 很多時候每日的任務都要上網跟別人對戰才可以完成 未必很難但一定要在那個模式 終於既然都砌了這些Death了就一試 其實上網跟別人對戰跟打電腦都幾不同 但一打電腦有時它電腦不太會用一些新卡 就會做一些很蠢的決定 又或者電腦的玩法一定很保守 它沒有百分百的勝算 基本上不會採取主動的 所以你都幾容易預料到電腦的策略 但對人的時候就不是這樣說法 還有對人我們會看到一個很常見的情況就是 因為在好遊戲的對戰的初段 如果事情不太順境 對手就會走人 因為的確如果你說效率來說 你輸了就沒有一個獎金 除了你說有些任務是要 不是算輸贏的 可能要你用夠多少次法術 用夠多少張地 那些來算 那你其實就算跳到一個新的對戰 又有得贏 又做到這些事情 那就更加雙重收穫更好 在一個效率的角度來說 如果你明知道自己的勝算不高 是應該及早投降 而投降 對手就 你這個角色就會被電腦的AI取締 對手都可以打他 打他就算輸贏都會當是他贏 總之你一剩下就當對手是贏的 對啦 所以我就會看到很多在 頭四五個回合 如果事情比較不順利 或者去頭一輪的攻勢 被我瓦解了 而我有少少反擊的機會 那他就走人了很多次 我暫時就沒有玩到 要自己半路中逃走 因為覺得沒有勝算 那就輕輕鬆鬆地輸了 我又很多牌 其他玩家用的牌 是屬於另一個expansion set 不是我用開那個 我都未見過 那這遊戲其實 那個knowledge都頗重要的 你對遊戲的認識 知道越多的牌 你就可以有越多的 可以預期到對手的策略 更加容易 但到現在都應該有 七八個expansion 近來都出了一個新的 所以牌應該是多到你 除非玩了很久 不然很多不認識的牌會出現 也會看到那些玩家 全身都有些稀有的牌 實在很難應付 因為稀有的牌 有時跟普通級數的牌 功能可能差不多 但他需要的資源 便宜些manar就可以出到 或者同樣的manar 他那張就會多了一些特效 所以是完完全全的直接upgrade 很多時候 如果當對手的牌 完全高你一個grade的情況下 就不是純粹技術可以搭救到 但對著玩家的時候 始終有點緊張 開場的時候 每次都覺得心跳加速了 不知道會不會慢慢習慣 我玩TF2都玩了很久才 叫做可以習慣 即是跟人對戰不用太緊張 那樣東西 好啦 接下來就說回之前的禮拜直播的時候 試過的兩隻新遊戲 第一隻叫做Loot Hound 是一隻拖狗散步的遊戲 散步呢 你都是去公園的 那你隻狗就會 久不久就聞到一些東西 就去掘地 掘完你就帶回家 做一個叫什麼 Collection 一個收藏 就沒有什麼特別 故事性啊 特別一個宗旨啊 或者一個 技巧上 有什麼這麼大的挑戰 其實都有 偶爾都有這些小遊戲 推出的 就是純粹是儲存的 之前我印象比較深的 有Little Infernal 就是 儲存錢 買一些物品回來 然後扔進火爐裡 燒了 燒完又會給錢出來 給你又再買一些新東西 就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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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問題呢 是你燒的時候 你用不同的配搭 他會得到一些不同的achievement 那你基本上呢 你的目的就是 可以叫做 可以叫做 那些achievement 試勻了不同的配搭 那樣 但在Loot Hound裡面 我又好像不太覺得 有什麼特別的achievement 只是 你要不斷去玩 掘東西 然後會得到一些金幣 金幣又可以 upgrade 做一些食物回來 給你狗吃 然後提升他的能力 他會可能 紋野的速度會快些 容易找到物品 挖地的能力強些 可以挖一些更硬的地 進而呢 你就可以 繼續找到 同一個地圖上 一些你之前可能挖不到的地方 找不到的物品 那找完呢 就去下一個地圖 一關一關玩下去而已 這隻遊戲呢 其實比我想像中簡單 真的操作方面 你都沒有什麼 你純粹控制狗帶 放長縮短 放得太長 可能他容易 去到一些山卡拉的地方 或者被一些 蟲鼠仔 雀仔 跑步的人 他吸引了 如果放得太緊 又會拋住他 他又會很容易 扣掉那些體力 那你那天 會提早完結 就要回家了 狗沒有了力之後 但總括來說 都是不斷挖東西 upgrade 挖東西 upgrade 看看他會 找到 會不會找到越來越有趣的物品 所以其實 當晚呢 我都真的只是玩了 半個小時左右 就覺得 沒什麼特別值得再show出來 都是不斷地重複下去 而且當晚 由於那個連線 不是那麼穩定 就很窄 那個直播 所以也提早完結 然後轉戰去twitch那邊 所以這隻遊戲 都是比較簡單 休閒 是消遣 純粹殺時間的遊戲 除非你真的很熱愛狗 或者你自己很喜歡挖地 不知道 然後呢 當晚也玩了這隻 Cross Marga的卡牌遊戲 由於很多時候 這些卡牌遊戲 那個真的賺你錢的地方 都是你再買 那些booster 即是那些卡包 所以這隻遊戲 本身 很多這些卡牌遊戲 都是做免費的 所以我最近都下載了不少 陸續可能會在 試玩的直播 那裡 就看到我繼續試玩這些遊戲 那這個Cross Marga 就屬於一隻 五線的對戰卡片遊戲 即是說 那些卡片放在桌上 並不是用一張卡片 互相跳過對面打的 會變成一隻角色 變成一隻戰士 變成一隻生物 就在五線的地圖上 自動慢慢走去對方的基地 走到對方的底線 那他就可以攻擊對方 一顆蛋 如果你打爆了對方五顆 好像打爆了兩顆 那就為之贏了 所以一來看Deck Building 你帶什麼牌出去 二來看你抽牌的運氣 什麼時候抽到什麼牌 第三就是看你那個策略上 究竟放那些線路 有沒有對應到對手 已經放在那裡的生物 又或者有沒有 可以保護到自己的那條線路 以前都玩過一隻 Scrolls的遊戲 也是類似的 也是五線放卡片出來 那隻就是Minecraft 那個製作團隊做的 不過後來 由於不是太受歡迎 所以就已經接了 基本上 那這類五線也好 三線也好 甚至更多線也好 那卡牌遊戲呢 它的有趣之處就是 它的戰略運用會 讓你丟一張牌出來 就讓它們打 那些為之多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 你的牌很多時候會直接碰面 因為如果像Half Stone 或者Magic 那些卡牌 你的卡片未必會直接碰面 你可能會選擇直接攻擊 對手那個 一個召喚師的角色 身上也好 或者你可以繞過敵人的防守也好 但是這些 線性的對戰 就比較難繞過敵人的 如果敵人真的 加上在這隻Cosmaga裡面 它五條線裡面 有三條 那個基地的位置 那隻蛋會是假的 那你打爆那隻假蛋 就無助你 它就不會計劃你 你那個成功的 你一定要打爆它 增了那兩隻蛋 但是打爆假蛋 也都會令你那個 可以放怪物出來 那個起點那條線 向前推 也就是說你的怪物 會更加容易 推到敵人的底線 就是有助你去取勝的 但是如果你說運氣不好 我連打三隻都是假蛋 那最後那兩條線才是真蛋 你就可以肯定敵人 就會拼命去防守那兩條線 就算你硬快手 也要不斷地推 就是很容易出現一個膠著的情況 或者中途要清理那些怪 始終都是比較浪費時間 所以這類型線性對戰的卡片遊戲 很多時候就會陷入一個 每一次對戰 那個所需的時間 比較多的問題 那但是我呢 撇除這個 這類線性對戰的 共通問題的地方 那這隻遊戲 我暫時 就是試玩的期間 見過一些牌啊 一些art 就是那些圖畫啊 音效那樣都不錯的 那它也都有 不同的召喚師用的牌 也都那個功能啊 或者那個主題啊 都很不同 有些可能是 直接大大隻的怪 有些可能是主攻 額外一些輔助的法術 有些就 落了牆去是一個粒種子的 耐了才會變成一個 戰士或者變一些特別的效果 又有一套牌呢 是 而主要取決於你要打傷自己的牌子 才可以激快一些特別的能力 那所以都很多變法都 那些設計也都 挺有趣的 那就是平不平衡就不知道啦 不是短短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可以試到的東西啦 那所以說 純粹這個常身的角度來講 就絕對值得一試 問題就是 如果你對這一類型的卡牌遊戲 已經有一定的經驗的話呢 那你自己覺不覺得 就是每一場戰鬥都要花這麼長時間呢 就看一下你 喜不喜歡這個節奏呢 最主要是 可能你玩慣爐石那些很快 想快樂的呢 玩這些就覺得太久才完成了一場呢 就 不太過癮啦 那這個好看個人口味的 那但是呢 這遊戲基本 那個遊戲呢 也是免費的 那所以呢 就沒有什麼 就是不需要付出有金錢呢 就已經可以試到的 那好啦 今個星期的分享呢 就到此為止 之前剛剛說的 Lutown和Crossmaga呢 那個 當晚的直播片段 也都在周中推出了出來 也都會在這條影片 臨完結的時候 那個End Screen那裡 會有些連結可以直接跳過去 或者找回我的頻道 也會找到 就是如果聽了這個介紹 對這兩隻遊戲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看那段直播的紀錄 或者看一部份這樣 就去更加了解一下 看看這遊戲是否適合你玩 你還不喜歡 那樣 好啦 我是Paner白蛋熊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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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